这几年工程师这个职业很火 但有人却把他的弄模相比 说这是吃青春饭黄金期 二十到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之后呢 匠心甚至失业 更有甚者跳楼自杀 那么工程师到底该如何 赌博职业发展的天花板呢 职业研究所 让牛人给你指条名路 最近杭州的航派工程师大火 风声水起 什么是航派工程师 他们如何一站成名 我决定南下杭州寻找答案 我联系到了蚂蚁金服 一位技术达人 沈阳二十九岁 蚂蚁金服东南亚研发中心负责人 目前带领进五十人的技术团队 为东南亚最大的电商平台 马扎大打造全新的电子支付品牌 为的是让当地人像使用支付宝 在淘宝购物一样安全快捷方便 八年时间 从一个菜鸟工程师 变成一个带领五十人跨国统队的职场老疗 沈阳的职场金到底是什么呢 沈阳毕业于南京大学 2010年本科毕业后 同时拿到了腾讯和阿里巴巴 抛来的橄榄枝 最终他选择进入支付宝 工作至今 抛给沈阳的第一个问题是 工程师到底有没有必要读研究生呢 沈阳进入支付宝的第二年 便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他被临时抽调 带领一个八人团队 为2012年双十一 贡献了支付关键节点的技术解决方案 我很好奇的是 这么重要的项目 凭什么落在他的身上 这件事情 很艰难 同时自己是第一次去立的一个项目 去做这件事情 就说是十月份 最近双十一就是一个多月了 如果失败了 是什么后果 如果失败了 用户在淘宝上双十一那一刻 去点下去买单的时候 十个人里面九个人都负责 为什么把那么重要的项目给你 公司只要你有能力 说舞台都会挺 你想要的我都会有 就我证明我自己有这个实力 虽然很难 但23岁的沈阳带着团队完成了任务 他再次证明了自己的靠谱 前三年最应该实现的价值是什么 证明你是一个非常靠谱的设计师和程序 我前三年是在深耕国内的核心的支付关台 从一个刚入门的一个工程师 逐渐地去承担一些重大的项目 一些重要的系统成长为一个系统的负责人 工程师这个职业 年轻人像潮水一般涌来 知识更新变化飞快 经验和技术保鲜期都太短 所以摆在每一个工程师面前的问题是 如何不被拍死在沙滩上呢 沈阳给出的答案是 踏出舒适区快速学习 并形成系统的工作方法论 2013年支付宝成立国际事业部 为支付宝出海搭建团队 已经在国内团队站稜脚跟的沈阳 决定到海外去开荒 作为第一批出海的工程师 饮食 语言 文化差异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都需要一个个解决 在他们眼前就搞二 OK C 变成了鸡 大量的水土 如何去改变呢 蚂蚁金服要出海 势必指的你去适应他人 我们要去公司 去调整 我们要去赋能本地的 赋能本地的管理 进行一个本地化的管理 我们可能做得更轻 作为中国移动支付名片的支付宝 已经在一带一路建设国家和地区 落地了九个服务当地人的支付宝 其中就有沈阳和他的国内外小伙伴们的功劳 就连八月份 九十三岁的马来西亚传习总理 马哈蒂尔访华首站阿里巴巴 也是最关心中国的移动支付 让马云 马老师都忍不住 向他秀出了自己的支付宝 支付宝的国际化还在路上 沈阳说自己不敢停 你永远会面对国际的问题 永远 你要有的就是学习和逻辑思维 不断地去学习 不要害怕 所有的成长背后 其实也都是方法论的体验 都是有方法论的 不用去花 眼下 蚂蚁金服在美国 新加坡 越南 分别设有研发中心 入职的外籍工程师来自美国 德国 加拿大 韩国 新加坡 印度 越南 等全球十二个国家 仅2018年招募的外籍工程师 比上一年翻了一倍还多 他们和沈阳一起 成了空中飞人 组成了蚂蚁金服 全球工程师阵营 高强度的工作 还要持续学习 如何留下陪伴家人的时间呢 在国内外频繁出差和加班的沈阳 摸索了自己的一套方法 沈阳的大女儿四岁半 小儿子刚满月不久 如何陪伴家人 沈阳的第一个方法叫做高质量陪伴 哪怕是一个小时 也要把自己的时间完全交给孩子 同时做好严格的时间管理 我每个月要出去两次 每次一个星期 但是我一个原则 我中午一定要陪我的孩子 我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在去新加坡 我晚上我做星期天晚上六点钟 我十二点到 其实还好 我在新加坡星期五下午的六点 工作基本上也收尾了 收完以后五点钟 做航班 十点回到杭州 星期六早上一早起来 我女儿就看到 床头那边睡的 我的爸爸 当你职业发展 不断地往上发展的时候 你一定要对自己的时间 有充分的高效的一个规划 这样的话 在家人 在工作之间 才能选 才能得到一种 更和谐的评价 工程师说是 十个有九个都有病 都有哪些病 腰椎 键盘突出 心肚脂肪肝 肩颈 肩周炎 工程师都是直男癌吗 我目前还没有发现弯的 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漂亮的 温柔的 都喜欢 说这个工程师头发长 胡子多 能证明工程师很牛逼吗 应该很牛逼 像我还是喜欢比较简洁一点 说工程师的职业发展 典型的路径 两到三年你会变成一个设计师 完了 像上到一个架构师 或者说去做一些偏管理的工作 蚂蚁的工程师 都是什么样的人 第一个肯定开放 第二 乐观 对于加班这个事是什么一个态度 你看到的是加班 我看到的是我们追求一种极致 很完美 中国互联网工程师的未来 你的判断 比如说区块链 比如说这个AI 是一个风口 国际化 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对年轻的工程师们 说一句话 会是什么 像乔布斯说的 Stay hungry Stay Polish 保持千顺 踏踏实实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把握好每一个细节